时冲的前女友出演的电影 没想到竟然演的是一个待遇妈妈 这部两个小时的网络大电影到底咋样呢 大家好我是大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部电影叫做《海大鱼》 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 这部电影会刷新你们的认知 非要说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那时发生了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传说大海上经常有海耀下得瑟 于是海神就跟海耀大战几千个回合 最终赢了 人们为了感谢海神 每一百年就会献祭一个大妹子 给海神当做新娘 祈求海神保佑 本来之前的几百年里也都没有啥大事 直到这一天出海打鱼的渔民遇到了危险 被一只海耀吃掉了好几个渔民 看来又到了先祭的时候了 咱们的女主就是思聪哥哥的钱钱钱钱 不知道多少个钱的前女友 大家一定有人认识她 没有错 她就是张雨夕 要说娱乐圈里这帮女明星 都是找一个人起的名字吗 张新雨 张雨夕 张海雨 张雨堤 我都分分清楚你们谁是谁了 在这里咱们的女主叫做阿黎 她是一个好妹子 一直在等待西上人荣归故里 果然西上人学业有成 现在当了县长 就在她高兴的时候 被一个老巫婆抓走 就说她是今年献祭给海神的新娘 这扯淡不 半路的时候 正好遇见了自己的西上人回来 在这里我们都叫西上人为渣男哥 毕竟人家现在是县长 我的女人你们也敢动 虽然渣男哥救了阿黎 但可是外面的老百姓一直在闹 阿黎就说了 要不咱们失奔吧 渣男哥还算是够意思 那就今晚咱们失奔 万万没想到 渣男哥大半夜并没有来 而是让老百姓们 把她抓走献祭 真是太差了 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 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要了 虽然第二天阿黎献祭的时候 渣男哥还跑来猫库 耗着假慈悲 那有个毛用 就这样 阿黎在大海上 穿过了一片暴风雨 来到了一片世外桃源 当她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一个小岛上 一群侍女在身边 原来这里就是海神岛 海神处的地方 本来阿黎是有机会 成为王的女人 但可是 毕竟她的心里 还想着渣男哥 所以在海神来的时候 她已经逃跑了 不过人生低不熟 这一片树林 被一只大蛇袭击 当她又又一次 苏醒的时候 已经在海神这里了 看到这么丑的海神 阿黎一点也不害怕 海神都纳闷 你是第一个 没有吓到的妹子 你们也不想想 阿黎是啥人啊 师兄的前女儿好不好 有钱并且丑的渣男 简直看的太多 你可能都不算最丑的 但可是她对海神 依然是敌意满满 因为从小就败进海神 没想到海神 竟然也是一个渣男 每一百年就要换个媳妇 你也太渣了 呵呵 师兄一年就要换十几个女朋友 咋没人说她渣呢 万万没想到 就在她和海神闹情绪的时候 竟然有一群神秘人 来袭击咱们 海神为了保护自己的新娘子 也受了伤 不过还是打跑了这群杀手 阿黎帮助她疗伤 然后呢就都睡了 这一切其实都是背后有人在搞鬼 那就是海神的后吗 这到底是为了啥呢 咱们继续看 反正也就是这样了 既然不能反抗 但就试着去享受 在海神岛上生活也挺好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岛上都属于海神 阿黎哪里都可以去 只有最西面的房间不可以去 至于为啥 大家都不敢说 阿黎一个人也是挺无聊的 岛上的人都不会打麻将 在海边的时候 她捡到一只鱼 大家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这是一只青豆夫 在海边能捡到青豆夫 这可是淡水鱼啊 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 就是金黄色的青豆夫 阿黎为了缓解寂寞 就把青豆夫拿回家养着 没事的时候 跟青豆夫说说心里话啥的 就说自己想念渣男哥 这年头渣男那么多可以原谅 其实啊 另外一边的渣男哥也确实后悔了 整天喝酒非常想念阿黎 结果遇见了一个哥们 是一个捉鸟师 可以带着渣男哥去海神岛救出阿黎 但可是阿黎这边在海神岛 已经陷入了一个狗血的剧情中 这一天 阿黎在温泉中洗脑的时候 被一群海色袭击 差一点就一命呜呼 多亏了一个帅哥出手相救 那么这个帅哥是谁呢 原来他就是那个青豆夫 因为之前经常跟青豆夫聊天 他们之间就好像好朋友一样 甚至还产生了十分微妙的感情 这个时候也忘了渣男哥了 毕竟青豆夫长得更帅 青豆夫就说了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海神岛 小岛的主人也不是什么海神 都是假的 一切的真相 就在西边那个第一个房间里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阿黎一半夜来到西边房间 近来之后吓了一大跳 这里冰封着所有的新娘 也就是说 这几二年送来的妹子都被冰封在这里 关键时刻海神出现 差一点就整死了阿黎 海神把阿黎扔下万丈深渊 磨得一点点感情 多亏了青豆夫变身 及时把阿黎救了下来 青豆夫就说了 可以帮助阿黎离开这个小岛 这里不是他该在的地方 于是 在青豆夫的帮助下 阿黎离开了海神岛 在半路的时候 遇见了扎男哥 本来都打算要离开的 忽然下雨了 阿黎就想起来青豆夫说的话 他们难过的时候就会下雨 看来青豆夫真是难过呀 然后阿黎就打算回海神岛 不要扎男哥了 这还真是一个高血的电影 男女都是三变的人 还真便说 青豆夫早就在这里等着他 就好像小夫妻 小别盛新婚一样 二话不说就开始对手戏 咱们就不看了 毕竟粉丝小伙伴中 还有一些小孩子 万万没想到啊 就因为这一次的亲热 阿黎竟然怀孕了 简直是神术啊 更加有意思的视察呢 海神知道之后 竟然不生气 绿帽子戴着堂堂正正 不过自从阿黎怀孕之后 海神就把他关在房间里 然后还强迫他喝下一种药 就算阿黎不想喝也不行 海神应给你灌下去 你受得了吗 阿黎最终还是逃跑了 他以为海神要害他的孩子 在逃跑过程中 遇见了四女中的主管 主管就说了可以带着他逃走 而且遇见了这里的大蛇 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可以搞定 看来这个主管也不是一个小人物啊 果然主管把他带到了海神后妈这里 后妈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要阿黎肚子里的孩子 那么到底是咋回事呢 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骗人的 世界上根本没有海神 都是他们昆竹编造的 就是想要人类的新娘 当做带孕妈妈 因为磁性的昆 根本怀孕不了 只能找人类带孕 主管就是海神的法妻 生不了孩子 如今 阿黎已经成功怀孕 只要生下孩子 阿黎就会灰飞烟灭 连一点钱都捞不到 后妈让手下们取出阿黎肚子里的孩子 然后就拜拜了 阿黎就说了 这孩子也不是海神的呀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这孩子是一个青豆夫的 后妈一听啥玩意 青豆夫的 当时就要整死生下来的青豆夫孩子 关键时刻 海神救下了阿黎 而他也露出了真实身份 原来他就是青豆夫本人 生完孩子的阿黎很虚弱 马上就要死翘翘 不过之前喝下的药 其实是海神的惊魄 所以阿黎没啥事 后妈一看 这不行啊 让手下整死海神和阿黎 就说海神联合人类要造反 虽然海神只剩下一点点九个 但是对于这帮人还是很轻松的 海神的法器 肯定要弄死阿黎 小伤胜味是不可能的 关键时刻 作妖师和渣男哥也来帮忙 在战斗过程中 渣男为了救阿黎不幸牺牲 作妖师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整死了海神的法器 后妈这边联合了昆竹六大长老 一起压制海神 毕竟只剩下一层功力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力不冲心 海神也被后妈拿走 以后又可以随便听证了 有了新的皇子 你这个旧的没有用了 就在海神不知道咋整的时候 作妖师这边的神器发挥了作用 解除了海神小时候 被后妈的封印 一下子就变成了百分百的昆竹皇子 正所谓 北明有余 名为昆 昆之大 几锅你都顿不下 这一回所有人都服了 后妈的手下也不敢动了 当然了 海神还是比较大度的 没有杀掉自己的后妈 毕竟养她长大 她也知道一切都是后妈在搞鬼 就是不想让她的权力丢失 一直都想争死新娘 不想让海神有孩子 之前要争死阿里的海神 是假的 都是后妈指使的 不过一切都过去了 只要以后后妈不再得瑟 咱们啥事没有 至于那些被冰封的新娘们 其实都还活着 当初也是为了避免后妈的迫害 海神才不得已 把他们全部冰封藏起来的 就这样 作妖师带着以前的新娘们 回到人类的地方 而阿里和海神继续生活在海神岛 没事的时候 骑着海神溜的溜的 电影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啥道理呢 咱们家里养的青岛夫不要扔了 以后这可都是坤 是神兽 老之前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妈妈妈